好針對台中日前驗出了台糖的國產豬肉片 驗出了有不得檢出的瘦肉精 那麼市府召開了最新的說明會 市場最新我們帶您來掌握 建議方法 我們都有參照這兩個方法來進行檢驗 那公告方法就是乙型受體素類多重殘留分析 那這個呢主要是方法呢主要是用在 那個續情產品的肌肉 內臟跟脂肪中 21項乙型受體素的一個檢驗方法 那另外呢建議方法部分 它的整個的一個名稱叫做乙型受體素類 多重殘留快速萃取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建議方法呢主要是 適用在續產類的一個肌肉內臟脂肪中 21項乙型受體素的一個檢驗 那其實呢我們這一次的檢驗 我們一共採樣了三次的一個檢體 那進行三次的一個均值 每一次均值之後我們的檢體都會用公告方法跟建議方法都會在做來執行 所以總統統我取樣了三次 一共做了六次的一個檢驗 那當我們第一次發現說 有檢出它數值的時候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第二次的一個復驗 那我們通通都是 第二次也是一樣有驗出0.002ppm 0.002ppm 那第三次在驗的時候它的數值仍然是0.002ppm跟0.003ppm 那之後呢 我們還在用了那個高解析度的串連直譜儀再做一個確認 確定它就是希布特羅 那我們整個實驗都是依據它的一個公告方法建議方法的檢驗儀器來進行檢驗 好我們聽到呢這個是台中實驗處的處長在進行的一個解釋 那麼呢他們講到了其實取樣了三次 而且呢總共驗了六次 那都檢出了這個乙型受體素希布特羅就是瘦肉精 成分有0.002ppm 甚至最後用直譜儀來確認就是陽性 就是有這個希布特羅瘦肉精的成分 但是到底為什麼後來中央呢開了記者會來公佈 為什麼檢驗了45件都是未檢出呢 好我們會帶大家持續來掌握